哈喽,各位金,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我后面的小屋子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给大家看一下 在日本能看到许多可可爱奇奇怪怪的小房子 这个像不像一个小孩的脸 这个是眼睛和眼睫毛 像这种小房子大概也就十平米 都不用打地基,直接平地就可以建起 日本土地是私有的 想盖这种小房子随随便便就可以盖起来 成本也不是很高 这种算成品房了吧 就是建筑材料从涨价拉出来拼接一下就行 你看这边它还有装了空调 这样夏天可能就不会很热了吧 别看面积虽小,五脏俱全的 上面还搭了一个帐篷 这个也是遮阳用的 这种小房子可以住人,也可以作为店铺 现在这个是一个美容院 没想到吧 从眼睛望进去看看内部的情况 这个特别像一个球体 我觉得要是装一个宇宙灯的话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满天的繁星 是不是很浪漫呀 这边还有一个门可以通到另一个房间 小房子的旁边还有一个大房子 很像主人家在院子里搭的度假房 其实这是一个展示用的房子 院子里还铺了很多石头 你知道那些石头有什么用吗 先来看看这个是正经的主人用的房子 很大的一个院子哦 院子里铺满了这种的石头 你近点看看 就是这样很常见的碎石 发现没 铺了这种石头就不太容易长那些杂草了 而且停车的话也相对比较方便 但是呢主人也是做了一些庭院的景观 花花草草树树还是需要一些的 然后再离境看一下 你看他做这个池子花坛的话 用的是这种木头 应该是经过房斧处理的 但是也是时间太长了 还有他外面做了一个台面 也应该是用房斧木做的 时间久了也都是能看到岁月的痕迹啊 但是看房子的外观还是挺新的吧 临着路边的一侧 建了一段这种花草树木的影北墙 这个就算地界了呗 宣示主权 大房子的旁边建了一个小房子 生活充满了乐趣啊 而且还废物利用的 造了这种小凳子小椅子小桌子 而且可以看到周边的话 它其实就是临在路边上 稍微有一点潮 但是生活的各种配套设施很完善 出行也很方便 只是说这个大门怎么都没有一个正经的门呀 这样不怕坏人进来吗 应该说开车的话 家里有车的话还是挺方便的 这得停多少辆车呀 另外院子门口放了一个这种饮料自动贩卖机 就算小房子里面没有冰箱的话 也可以随时喝到饮料了 感觉住在里面还是挺方便的 有意思吧 这个屋子是可以变颜色的呀 好多小朋友都喜欢住 挺有意思的吧 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记得帮我点关注准发 还有点赞呀 就这样啦 拜拜咯 拜拜